無限商機 上次第10 前次第8 不太適合我 不過他爆了9次有0.33上名率 有0.11取勝 即是贏過不過近跡不好 今天我所有的program都勝出 我自己選馬的program 第三場都中win 如果我足夠紀律的話 不買就勝出了 不過我現在玩的 速勢能量突章馬 第一場已經勝出 加倍了駐馬 加倍了 買兩駐 買兩駐贏五駐 隔晚大熱去到第三場 爆谷就贏出 那就贏少一點 投資三駐 只剩3.1駐 但是我的program 就是一贏了就不買 交代低伙計 這樣做 那就不買 兩個程式買盤 程式買盤的好處是什麼呢 研究過之後 不用自己看馬經 告訴他 你買這幾隻 一贏了就走了 這樣就可以了 不用那麼多理論 就是 你研究過了 就是 買碩都可以 買騎士都可以 但是 要是有一個 可行的 策略 或者可以投注的策略 這樣就 不用管了 交低些錢 就可以了 哈哈 運氣其實是最重要的 運氣 他開得正確的 你又買中 這樣才行 兩樣東西來的 三號仔 風雷電 這隻馬 就第三次出賽 第一次贏了 第二次第四 潘頓 其實現在 不錯 今天場買潘頓 你都中了 已經贏了兩個win 已經 挺好的 風雷電 很多人關注 這隻馬 跑過兩次 有0.5的 取勝率 0.5的 上命率 就是跑兩次 贏一次 這隻馬 越盡知己 這隻馬 又是好的 上次第2 前次第5 即是 逐漸 逐漸 接近 第四次出賽 第一次跑13 第二次跑第5 第三次跑第2 現在第四次了 準備得好嗎 不知道 跑過兩次 有0.5的上命率 這隻馬 這隻馬 肚腩好像大了一點 肚腩大 不要緊 你看紅金寶 很敏銳 很敏捷 很敏捷 總的來說 一個運動員 比較粗身 5號 領航神區 馬雅 初次出賽 幾十倍 這隻馬 眼罩 蝦蝦帶 橫形 口含鐵 是否有用的 資訊 資訊有很多 有些有用的資訊 有些不知效用的資訊 在香港很獨特 在香港才彈出來 六號仔 這隻馬 我上次買的 我上次買的 它也有三十幾元位置給我 前次跑得非常難看 跑得很難看 跑得很不舒服 上次跑得好 周俊樂 現在又是周俊樂 跑回上次第三 這次第幾 上次拍照 三隻馬 一起拍照 虧張了 少少 這馬 都不錯 三五四九九 由第九名開始 現在就是第六次出賽 命蝦女 如果不停進步 先贏回場 不然 經常跑進 近近近近 就加分 沒有了 沒有了 華麗活力 上次第八前 第九 初跑谷草 七號仔 很厚 我覺得第八 第九 都很厚 七號仔 然後 玉樹林峰 上次第九 前次第十二 都是比較厚的 那些稀威心 經常都 都沒有分 騎在近跡好的馬 其實都是 騎在跑第十 跑第九 那些馬 初跑谷草 八號仔 八十幾倍 別管那麼多 別管別人 叫你去還是不去 每隻馬都很努力地去 爭取最佳的名次 人家 會關注你的 蒲俠超德 梁家俊 上次十一前次八 好像比較厚 但是這隻馬 跑過四次 是贏過一次的 九號仔 0.25 勝率 不過 近跡就是 好像 太厚了一點 蒲俠超德 超額營購八十幾倍 Vin 對 上次十二前次十一 但是六次賽職之中 他有一個Vin 超額營購八十幾倍 超額營購八十八 超額營購八十幾倍 用力就有零碼八百 但近跡就只是配分了多少 超額營購八十幾倍 跑過18次 有零碼八十四倍 有零碼八十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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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莫丹尼也沒有存在感 上次第七,前次第八 六次賽程中,有一個勝出 有兩次跑第五,其他都比較厚 不能穩定 跑過四次還沒上過名 快樂寬頭 一會兒有一個包裝得勝 一會兒有一個包裝得勝 楊明倫有一個包裝得勝 一會兒有一個包裝得勝 拍攝這麼久 拍攝這個麥丹尼 拍攝這個麥丹尼 12號包裝得勝 三十多倍,包裝得勝是這樣的 上次第十,前次第二 前次是很好 跑過第二 跑過九次,也有0.22的上名 最近兩次入過Q 包裝得勝是冷門 跑十檔 其實戰績是不錯的 六次賽績之中 十二、十八、八 唯獨前次跑第二 這隻特如其內好 所以也是冷門之一 這隻特如其內好 現在四場 四隻馬贏過的 一本路程 三九十二 三號風雷電 九號蒲俠 十號是超額認購 二號是無限相機 三九十二 上名率比較好 就是1634 好像三號仔經常出現 1634 近積好就是3462 6號好像在 6號又出現 我現在關注什麼? 6號、3號、4號這些 都是買這些 6號、3號、4號、1號這些 看看主持怎麼選擇 看看什麼價錢 6號 沒有位置 6號 我上次中了WINPLAY 3號好還是4號好呢? 我選擇6號、3號 十二 那要三膽 四重彩,選擇3號的風雷電 主持選擇3號、4號、6號、7號 3467 我選擇7號 3、4、6 要7 要擁眼光 擁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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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號仔 我拍到他嗎? 不是擁眼光 七號仔下一場才是 七號仔的華麗活力 華麗活力初 初跑谷草 不在我射程範圍內 不在我射程範圍內 近職又 第八、第九 但他們有選擇 一會兒 一會兒 7號就厲害了 用眼光就厲害了 下一場就7號 Janny選擇 12號、6號、1號、10號 12號是 上次第10 前次第2 他撕了上次的10 覺得他對前次的 入Q 跑得好 起碼他好 狀態好 選擇他 我就選擇 6號、3號 第四場賽事 四班一千米的賽事 重複下主持推介 上一場 只有三隻馬 1號、4號、6號 上將位置馬 是一個程式 是有取勝率的 長期買他 有很多情況下 都會勝出離場 上一場 就是 上將VN出的 炮谷 贏了 接著 再看第二場 高明進將 跑第六 都不差 高明進將 上將35倍 上將35倍 隔晚8倍 臨場五倍 你說真的 真的 這樣的走勢 那些替飛牌 一定中 這場我買 6號、3號 潘頓這馬 跑兩次 一個第一 一個第四 從未落地 我覺得這馬 挺好 6號 上次 三隻馬 拍照 他虧張了 跑第三 三個秒 浴雪林峰 回到一集 順尾 靚客女 最後入閘 快樂歡騰 全部把不準備 拖擋四場賽事四班一千的短途 準備 大熱 是六 熱了 隨時起步 黃騎放下了 黃騎重新舉起 意味著隨時開閘 好 你一起步 前面快馬 見到 鋒雷電腸 最出有包裝得勝 第三位 家應精神 內蘭 第四 躍進知己 中檔第五 靚蝦女 粉紅衫 粉紅帽 第五位 外面是玉樹林峰 後面的馬 快樂歡騰 內蘭 再後面 蒲合 超得 後面四隻 無限相機 黃衫超額 認購粉紅帽 華麗活力 內蘭 南白格仔衣 是領航神區 轉彎的時候 前面帶頭的馬 是包裝得勝 風雷電 咬住第二 家應精神 第三 內蘭第四 躍進知己 第五位 靚蝦女 內蘭第六塊 樂歡騰 等入面的馬 有領航神區 逢出去 玉樹林峰 和超額認購 最後直路 前面包裝得勝 見到風雷電 率先上來過他 後面的馬 還是躍進知己 外面是靚蝦女 中檔位置還有家應精神 結果潘頓 這隻風雷電 將後面的對手 遠遠拋掉 夜馬 跑第二名 就靚蝦女 躍進知己 那我就躍進了Q 就輸了Vin 看潘頓厲害 今天 你長買他都可以 今天 我買六號三號 現在跑了三號六號出來 OK 靚蝦女 4號 月進知己 1號 家應精神 這四隻很大熱門 這四年還很少錢 很多人中 沒有 沒有怎麼扭 都是這四隻 最後 來回禮學好遲 才上去頂個大灣 在外面一隻 前面包裝得勝很快 不過末段有少少腳軟 保不住前四 三跳頭關很精老 唉 但要不需要贏這麼遠 贏遠一點加多點分 看一下 上三班 可以繼續騎嗎潘頓 潘頓 直落營三場 今天我買一隻 靚蝦女就在這個位置 我不是說馬 我只是看著自己買了那隻馬 他在這裏 雙手都略略略略略 他不應該輸這麼遠 輸也不應該輸這麼遠 包裝得勝12號 二十幾倍 潘頓第二 一號第三 家應 這裡有什麼大雷暴 擺行的局是想贏馬 這些走位 這隻 在後面 在後面 跑到這裏 我都知道 六號三號 有份 穿Q 的 是不是 六三四一 很少錢 我看到 四十一 三號的三倍 VIN都不錯 真的 三四 如果這隻爆谷 穿這隻 也有九倍 收 時間五十七秒二五 那 一小車